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肖战 我从初中开始就开始看《航海王》了 我是一名OP fan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在我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同学给我推荐 他们说特别好看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已经跟了 已经跟了一两百一两百级了吧 那个时候好像已经 然后同学就说说那个时候 特别热血特别好看 就一看就停不下来 然后那个时候就去看了一下 就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我印象最最最最深刻的时候 就是他前面几集的时候 陆飞在一路上去找了他的这些伙伴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非常的饱满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 包括像乔巴 他其实是一只驯鹿 但他吃了那个人人 人人那个果实 然后变成了那个人兽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然后被人排挤 然后其实他就是一个需要被光怀 被认可 需要团队温暖 然后再到索隆 他要不断的挑战 然后他的目标成为世界第一的剑客 然后还有到 甚至 也是 幼小的时候被救了之后 有一颗报恩的心 然后他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经历 包括纳美 他是为了守护自己的族人 自己的村庄 然后不得不去干了一些偷盗的事情 可能是当时 然后我就觉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都非常感人 我记得我才开始看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小 然后还经常看哭 我觉得每个人的故事都很饱满 然后觉得就一下子就把我拉进去了 嗯 我记得我当时也算是 嗯 除了小时候看的一些动漫的话 其实是 算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触日门 被那种比较 那种夸张的那种配音也好 一些表情也好 一些无厘头的一些 一些片段也好 我觉得给吸引 但是我觉得 真正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他们 嗯 团队之间的那种精神 就是 不放弃 不服输 不抛弃 任何人有困难 每个人都 极力的去帮助他 然后一起走到最后 我觉得这个是 让我在我 青少年时期是 也算是我的梦想吧 我觉得如果我的人生 可以交到这样的朋友的话 嗯 路飞对于 对于每个青少年来说 对于我来说 其实他算是我心中的一个梦想吧 那种无所畏惧 就算遇到困难 大祸临头 我也可以有决心跟毅力 我可以扭转局面 我可以号召我的小伙伴们 然后齐心鞋力往前冲 我觉得这个 算是我 少年时期的一个目标跟梦想 我要成为这样的人 其实我觉得他每一次 就像我们刚刚聊的 他每一次其实 都在临近 你就觉得完了 这一次可能真的就 过不去的时候 他都可以再站起来说 我还可以 我为了我的伙伴们 我还可以继续奋 嗯 我觉得 就像我 就像 其实像我本人的经历一样 其实我以前 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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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名演员 其实我以前是学设计的 从小学画画 然后到了新的一个 一个环境圈子里面 一切都从头开始 然后都要从头再去学习 然后去经历 去接触不一样的人 换了一个环境 重新再成长一次 其实 你现在让我倒回去想 我当时的一个心态 我也不敢保证 如果你现在让我肖战再回去的话 我还能不能这样坚挺过来 但是我觉得 我现在回想我当时的心态 就好比我现在看到的路飞一样 就面对一些困难 就硬着头皮往前冲 就没有后顾之忧 我先打了再说 嗯 我觉得热血肯定是要有的 热血 梦想 嗯 伙伴 嗯 对 我觉得差不多 还有真诚 我觉得他们都很真诚 我觉得如果现在让我来看的话 我觉得最 最让我看中的我觉得是真诚 嗯 我觉得他们之间是 他们之间的那种情感 非常让我羡慕 我觉得也是广大 朋友 广大漫迷 广大 嗯 就是喜爱海 喜爱航海王的朋友们 都都比较 能能感受到的 人生中如果可以交到这样一群真挚的朋友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其实生活中的经历的话 我不会也有很好很好的朋友 然后我跟他们的相处模式 其实跟 跟陆飞跟他的小伙伴的相处模式很像 就是私底下在生活里面就是打打闹闹 但是一到关键时刻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他们 然后他们也会挺身而出 然后为你想办法 然后在背后挺你 你会感到一种力量吧 就是那种力量会让你觉得 我很强大 我不是一个人 平时其实在我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还是会想到陆飞吧 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镜 你让我现在倒过去想 我是想到威威当时 嗯 他们已经打赢了那一战之后 问 威威要不要跟他们一起走 然后威威跟 也来到了那个海 那个 暗口吧好像是 然后 我记得他们当时的那种情感就是 特别让我觉得很真挚 他们就举起了 举起了手 只是手上的一个 一个标记 他们当时 当时的一个承诺 其实就是大家都没有说话 就是其实就用一个行动就表明了 我们一直都在 我觉得那种 哇塞 好感人啊 就让我觉得说 生活当中其实无论遇到再多的困难 你都还有朋友 然后你要坚持过去 嗯 反而是一路上的收 一路上的收获吧 收获的朋友也好 你的经历也好 你经历这个事情的心态的成长也好 自己的成长也好 我我我从来没有把one piece当成一个目标 我觉得陆飞 应该也不是把它说当成一个目标吧 更重要的是他一路上收获的伙伴 但我个人理解 他一路上收获的伙伴 跟这些伙伴发生的故事 每个人的成长 自己的成长 一次一次的经历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 我觉得这也是庞海王的精神 嗯 时间过得很快 然后一转也就是二十年了 庞海王其实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 度过了非常宝贵的时光 然后在我 至少在我青春期迷茫的时候 坚定了我的梦想 还让我收获了周围一群很真挚的伙伴 我觉得这也是庞海王 传来给大家的一个精神 然后这一次的电影 作为二十周年的纪念版电影 然后全明星的豪华阵容 这一次呢 陆飞一群人会经历史上最强大的敌人 跟空前的危机 希望大家可以齐心协力 来帮助陆飞成为海贼王 10月18号 大家一起去电影院支持我们吧 接下来最后一个是我们一个快问快答的一个小环节 然后第一个问题 如果能够变成航海王中的一个人 你最希望变成谁呢 陆飞 第二个问题 如果有机会可以吃恶魔果实 你想拥有怎样的超能力 变成烟雾那个 第三就是你最想加入哪一个海贼团 草莽 第四个问题 如果你是船长 请给你的传奇的名字 战士 第五个问题 纳美罗宾 纳美 纳美 好的 你还会抢答了 第六个问题 如果选择一件道具 就是人和宠物都可以 就是一起出海 你会选择什么 我的猫坚果 代表海米 你想对韦田老师说一句什么话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话 我觉得广大的海米肯定都说过 但是其实我内心突然有一句话想说 就是感谢你让我们有梦可以做 戴上这个草帽 10月18日 跟我一起看鹿飞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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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